Demo7 Speed method Speed method 好 Finish Ctrl V 分类的替换功能 那么替换Replace X new X old 用新的去替换 老的 Street Str S 就等于了黑 马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I 改成O 怎么改 它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 Street 然后呢 SR 就等于了S.replace O的X NewX 好 这里面我们传一个I O的X是这个I 然后呢 这边 我们来一个 来一个O 用O把I给换掉 然后打印一下S2 然后打印一下S2 打印一下S2 让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Hom 是不是应该这么发言 好 差不多 现在 我们就 这个是Replace 这样替换 那如果它不存在 那如果它不存在呢 就是你替换了它不存在怎么办 O的X不存在 I3等于S.replace 好 这个字符比如说是Z 然后呢 我用O来去替换 不存在会怎么样 打印一下S3 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黑马呀 不存在的话就不改变 对不对 这个是用O 用O 替换 替换I 这个是非不存在 不存在 保留原字符 原字符 不改变 好 那么这就是Replace的一个替换 然后还有用字符串去替换 字符串 再来 Spin S4 就等于了 S.replace 这里面是不是有字符串啊 这个TarSequence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字符串的一个负类 来我们看一眼 大家看一眼 Street 当然这个TarSequence 它是它一个负接口 那么它一个负接口 能不能接受它子类对象 你给Street类 是不是就可以接受它子类对象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传它的子类对象就可以了 它这么写的好处呢 就是只要实现了TarSequence的都可以去传递进来 你看TarSequence不但Street实现了 还有这么多类也实现了吧 什么StreetBuffer StreetBuilder都实现了 好现在呢我们只学了Street就只传Street 那么现在来一个S点 replace TarSequence 指的就是Street 然后呢我们来一个新的来一个老的 老的我们就来一个 EI 那新的我们就来一个 AO K码变成了好码 好 那现在我们来去打印一下SYSO IS4 运行 是不是好码呀 没问题 那么其他的我就不演示了 就是 如果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是不是跟它结果也是一样 不改变 然后再来看 Street去除字幕串两端的空格 DEMO1 我先把这个抽出来 然后去除两端空格 这个怎么做 S STRNG S 就等于了 我们来一个 123 然后黑马 然后呢 123 123 他说去除的是两端的空格 对不对 好 Street SR 就等于S.Tree 然后来看中间空格会不会去掉 SYSO 打印SR 运行 中间没去掉啊 但是两端怎么了 是不是去掉了 能看懂这意思吧 两端已经去掉了 好 那现在呢 咱们来看啊 他把两端的空格去掉了 一般我们在开发中的应用是什么 比如说你在做这个注册登录的页面的时候 我们会写去注册个用户名啊 注册个密码呀 有的人就有这个习惯 就是抠完用户名 比如说我挑的用户名是黑马 然后就抠了空格 抠空格之后呢 下面就去抠密码了 密码叫123456 然后抠完了之后呢 可能也抠空格 然后再换到下一行 那么如果你用trim去去掉一下 那就会把后面这个空格给怎么样 去掉啊 如果你不用trim的话 他下次来登录的时候 他发现他输入黑马 怎么录也录不进去 因为他真正录的什么 是不是黑马空格啊 所以trim有这么作用 把它这样的空格给去掉 因为这样的空格的话 你要是不去这样标识的话 是不是看不到啊 是不是这个都是看不到的啊 所以这个trim呢 就是为了去掉前面和后面的空格 那中间的为什么不去掉呢 你想啊 你这眼睛如果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中间的空格是不是你眼睛能看出来 你看 你注册的时候 123 这么写的 自己能不能看出来 是不是能看出来 哎 这就是trim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再来看 后面还有一个叫做 strim按照字典顺序比较两个字不串 按照字典顺序比较两个字不串 目前来说呢 只作为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学treset的时候 学那个集合的时候呢 会专门讲这个compare2方法 现在只作为了解 它是怎么去比较两个字不串的 然后它的返回是一个int数 按理来说比较的话 它返回应该是处和false吧 那为什么它返回是int的处呢 大家想想 两个字不串的比较 其实有的是三种结果 为什么三种结果呢 要么呢 我比你大 要么呢 我比你小 要么呢 我跟你一样 所以是不是三种结果啊 这三种结果其实就是 正数 负数和 零 能明白这个 我比你大呢 那就是正数 我比你小呢 这就是负数 我跟你一模一样呢 返回就是零 所以呢 它返回是一个int数啊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Sprint S1 就等于了 ABC 这样呢 Sprint S2 就等于了 BCD 然后让它来比较一下 int 啊 int number 就等于了 就等于了 S1 这个 compare to S2 那这个结果应该是多少呢 怎么比较的呢 SYS 打印这个 number 好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如果是 负1 那么A对应的是97 B对应的是98 97 减去98 结果就是负1 好理解吧 好 那现在呢 我把它改成了C 再运行 说变成负2了 那改成了D 那很显然变成什么 说变成负3了呀 那如果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呢 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 然后这个结果 是不是应该是0呢 好 再运行 又变成负1了 为什么 第一个一样 它就比较第二个不同的了 这能力就吧 这就是compare to 然后再来看 我这个compare to 上面呢 是一个A 上面呢 是四个A 有同学老师 这怎么比啊 你第一个 跟我这个第一个 是不是一样的呀 那一样应该返回0啊 但是它长度时候不一样 好 你看它怎么比的 不行 结果是负3 也说这样的都一样的 它结果就按着什么 是不是按着长度去比较 来获取它的长度 跟它的长度 1减4 结果是不是负3 所以这compare to呢 就是这样去比较的 它是按照 码表值 比较 那么按照什么码表值呢 来 我们再来看 我来两个中文 S3 等于 黑 S4 S4 等于是码 让它们让它俩去比较一下 Int No.2 S3 点这个compare to S4 SYSO 打印这个 No.2 好 来运行一下 1125 这个1125是怎么来的 来我告诉你怎么来的 然后我再告诉你是什么码表 SY SO 黑 黑 加上一个0 然后再来一个码 加上一个0 来运行一下 大家来看 它是40657 它是39532 那减一下吧 40657 然后减去 39532 等于1125 所以是不是他俩作为相减 那这个是什么码表值呢 你看是差类型的 去跟0进行运算 对不对 其实他查找的是 Unical的码表值 查找的是 查找的是 Unical的 Unical的 码表 是 那我同学老师 你一会儿VK的 一会儿Unical的 这就整乱了吗 没关系 我告诉你 这个差的转换呢 都是Unical的 因为我们的编码 是不是 我们扎我的编码 是不是就Unical的 而那种 像从这个字节 转换成字符串 字符串 转换成字节 这个肯定是GPK的 为什么呢 以后我们要学 IO流的时候 其实它是 硬盘到内存的一个操作 就是在硬盘上 所存储的 是不是都是 以字节形式去存储的 那我读到内存里面 我可以把这个字节 转换成字符串 那这个跟硬盘上 跟我们系统上的文件 进行操作的 那肯定是跟系统的 编码表是有关系的 就是你跟系统的 文件去操作 那是不是跟用 我们系统的编码表 像GPK的编码表 或者是 你是UTL-8的编码表 是不是跟这些有关系 而我们现在 是用差字符去操作的 所以这个差字符 操作的是Unical的码表 那无论是GPK 还是Unical码表 它都囊括了 Ask码表 所以呢 你在前面去演示的 它都是以Ask码表 去预算的 而后面的话 就是Unical的码表 但是呢 Ask码表 它也囊括在 Unical的码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统称为 Unical的码表 这能听懂吗 好了 那这就是Compare to 那么Compare to 后面还有一个 Compare to Ignore Case 这就是怎么样 不区分大小写的比较 好 那再来演示一下 来一个Spin S5 等于黑马 然后再来一个Spin S6 等于的是黑马 好 然后来看一下它俩比较 Int Int No.3 等于的是S5 在演示的 来运行 是不是有个结果呀 结果是32 那好 那再再看 Int No.4 在下面写吧 Int No.4 等于S5 比较Compare to Compare to Egnore Case S6 然后呢 SY SO 打印这个 No.4 好 来运行 大家看它是什么 数0了 因为它是不区分这个代表写的 这个好理解吧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Compare to Egnore Case 然后我们来去看看它底层圆码是怎么实现的 来按住Ctrl键 点进来 然后这里面呢 它又调用了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再去往里面点 调用这个Compare方法是吧 点进来 好 回退一下 不是这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方法 这里面有一个Compare方法 Compare方法 这里面具体是怎么比较的 好复杂是吧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好 我把这一块复制出来 来拿过来当分析一下 Ctrl V 好 分析一下 来 那么这里面是两个粗块的比较 对不对 然后呢 Int N1等于S1.Lens Int N2等于S2.Lens 它们俩的长度 然后呢 Int Min等于Mess.Min N1和N2 找到什么 是不是找到它们俩中最小的那个 找到最小的那个 然后呢 来开始变力 说Int I等于0 I小于Min 那就小于它最小的那个长度 然后XC1等于S1.XAtI XC2等于S2.XAtI 那这是怎么样 从S1里面获取到第一个字符 那从S2里面获取到第一个字符 那如果C1是不等于C2的话 就是第一个字符 它俩第一个字符都不相等的话 那我就C1等于 Character 这Character这是一个类 别着急 你看后面都能看懂 To Uppercase 那如果它俩不相等 我先把C1转成大写 是不是这意思啊 这个是将C1 将C1字符 转换成大写 然后呢 将C2也转换成大写 它怕什么呀 是怕一个是大写 一个小写的呀 所以将C2字符 所以将C2字符 转换 转换成大写 然后呢 他俩再做一次判断 如果还不相等 那在干嘛呢 我再将你们都转换成小写 将C1 C1-C2就行了 那么C1-C2呢 它会找对应的int 就找码表值 找对应的int值 让它俩相减 然后返回这个结果呀 那么如果你没有进来这个暴循环 那我就直接返回的是 N1-N2 就减它的长度就行了 没有这块意思吧 好 那这就是咱们这个底层原码 是怎么实现的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咱们在这边